有關,計算幾個,幾個的部分,那比如說我們這邊有幾個問題 這個範圍裡面,總共有大概63個儲存格 那有幾個是數字,有幾個是空白的,有幾個是有資料的 因為這邊裡面可能有些是數字,但有一些不是數字 有資料的有幾個 還有呢,這裡面的資料,哪一些是大於10的 OK,那大概有四個問題啦 其實這邊的話就是會用到四個函數,都跟counts有關的 那counts函數裡面的話,當然你可以得到這些答案 那如果不知道的話,你可能就要慢慢自己算了 那自己算一定是不太可能,尤其是一個非常大量的範圍 你怎麼去算,對不對 所以呢,怎麼知道這個範圍裡面到底有幾個數字 擦環數裡面呢,你可以找到統計 特別說,這個地方我們是把那個count這部分是放在統計裡面 那統計裡面的話呢,最重要的,我覺得用到機率最高的就是count相關的 那裡面的話,基本上會用到count counta,countblank,countif,或者是countifs啦 其實也就是多條件啦,OK 那底下的話,大概就這幾個 那這幾個怎麼使用啊,其實答案都有了 count,有沒有,它是什麼,數字,關鍵在數字 a,非空白,blank,空白,countif,條件,quiteria,有沒有 所以,後面啦,其實反正就一個一個 一個蘿蔔一個坑,就是counts 你如果按確定之後的話,它會跟你要一個範圍 你就給它一個範圍 它會幫你把這個範圍裡面有數字有幾個回轉告訴你 OK,我油膏放錯位置了 應該在這邊 把這個公式放這邊 那就是記得喔,給它範圍 打勾,欸,53個 那如果空白的話呢 一樣嘛,超過函數 統計裡面呢,你往下找 也是count,但是裡面的話是blank 它裡面是空白的 那給它什麼呢,也是一樣給它範圍 它會幫你算一下,欸,裡面到底有幾個是空白 所以你這樣要找空白的,你現在就用countblank 它會告訴你有7個是空白的 那有資料的 這個資料指的就是喔 它不管是不是數字 它也有可能是什麼呢 像這邊有文字 也有true或false 類似有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的話呢 它如果不列在這個數字裡面的話 那如果我今天呢,要用什麼 用那個,只要找有資料的部分的話 那就可以用什麼,count a 這邊有個a a的話其實是非空白的 OK 那再來的話,大於10 裡面多少大於10 你怎麼不能不可能自己慢慢在那邊慢慢看 一個 兩個 三個 哇,那這個可能會非常辛苦 所以怎麼樣 利用插入函數裡面一樣哦 找到count的一幅 那這個非常重要,count的一幅非常好用 尤其是你在做一些就是判斷,某範圍裡面的資料 是不是 那某個條件 第一個也是這樣給範圍 第二個給一個criteria 那這個就條件,criteria 就是什麼條件呢 大於10的 所以你可以哦,輸入一個大於10 或者小於多少,等於多少 等於多少 反正都是可以 OK,然後呢 移開之後啦 其實哦,它會把它當一個的文字 所以你會發現前後它會幫你包那個雙引號 OK 那把這個條件丟到這個範圍裡面去比對 比對完之後告訴你哪些是大於10的 按確定 總共32個 OK哦 所以你會發現 count四個其實加起來 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那這一個部分呢 我們有延伸的練習題 這個延伸練習題哦 大概額外開 在哪裡 這個樂透彩的中獎機率統計 這邊的話呢 我是從網路上抓了兩個年度的 101年跟102年的 這個所有的開獎記錄 那裡面因為哦 這個規則大概應該各位應該都買過啦 或者沒有買過 可能也看過人家中過吧 OK 然後呢 這裡面大概就是 它每開獎就有六個號碼 加一個特別號 對不對 就會有七個號碼 那總共幾期呢 ctrl向下一下 基本上呢 總共是100-1啦 就是99次 一個一年開99次 那一次開七個號碼 對 所以總共的話呢 會有幾個號碼出現了 就是7乘上99嘛 OK 那就多少了 就是700-7就對了 OK 好 那 假如說我希望怎麼樣 統計 到底這個年度裡面 哪一個號碼的中獎機率最高 OK 然後呢 做完101年還可以做102年 然後再做兩個合計 那在排名看哪一個 這兩個年度呢 哪一個號碼 它的中獎機率最高 那當然同理可證啊 這些資料 你們Google一下 網路上都有 而且從第一個年 最早到最近的 全部都有 所以你要統計那個 哪個號碼中獎機率最高 其實很簡單 這裡只需要用到兩個函數 這個事情就 前面這裡啦 這個機率啊 用兩個函數 剛剛用過 就很快做出來了 然後做完這一年 你就用複製貼上 把它改一下 就第二年就出來了 再把兩個年度加起來 再去用rank 排序一下 就做完了 其實看起來好像很複雜的統計啊 其實你學會用剛剛那兩個 其中的兩個函數 問題就解決了 OK 那怎麼做會比較簡單 而且你們可以先想想看 因為邏輯不是很複雜 但是要怎麼樣做比較快 又快又精準 那這個當然也是 我等一下會講的 所以請各位先稍微試一下 把剛剛這個 我們的count這個部分 稍微了解一下 這四個 然後開啟我們範例檔裡面的 那個樂透彩這個 最下面這一個 其實用count if 配合count 來 畫面先換給各位